对于肖战这个明星,单从身为个体的他来说,并无任何意见,对于这样的一个人,任何人应该都讨厌不起来,但是,作为明星和演员的他,确实被捧得太高了。 导演洪水质疑于生中肖战和杨子的演技问题的时候,有人这样评价肖战的演技,你看看娱乐圈,肖战这个年龄段有几个超过他的,肖战1991年出生,现在多大了,31岁了,娱乐圈里31岁演技好到爆的明星很少吗?并不会,大结局那会,金光瑶面对大哥时声味俱下,与魏无羡跳崖时,肖战的表现一对比,差距其实就很明显, 娱乐圈里演技好的演员太多了,却从来没有人会说,比他们演技好的人没几个,肖战从陈情令至今不过区区四年时间,演技已经炉火纯青,到这个地步了吗?说这话的人,真的是在替肖战说话吗?肖战红了之后,确实经历了许多,他的遗人与努力也让人钦佩,他五官端正,个子高又上镜,要说帅他确实好看,加上他自己有想法,一路走到现在,也是必然的结果, 在粉丝心里,他优秀,但是,这个世上真的有完美的人吗?汪海玲刚开始的时候,提过一嘴肖战,被人连番私信追着骂,到最后,凡是有肖战的地方,就会有汪海玲,导演洪水出来说余生的之前,汪海玲被人追着说,气得他出来大喊,我一个字没提,你们能不能要点脸? 矛头直指某流量明星,常言说得好,物极必反,不管是导演汪海玲,还是导演洪水,他们的言论充满质疑,导致明星的粉丝看不过,才会有后续的这些事,也是粉丝对演技的过分吹捧,哪怕一点质疑的声音都不容存在,才会引起部分人追着他们喜欢的明星不放,比起因为肖战而针锋相对的双方,余生的导演吕莹说的话,就圈粉了许多。 需要请 Africa设计划